自卑加分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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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对众生很好很好 但是呢 你欠他的你却忘了 所以今天要记住 我们欠他的这些 冤亲在主 我一样平等的要对你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放生 是因为那些鱼 我刚刚十二点多经过他们就来了 赶快给他救 好不好啊 但是我想 救这些这么小的鱼 最主要是希望各位 爱上他好不好啊 不要光爱上男人 爱上小孩 要爱上小鱼 爱上小蚂蚁好不好 今天要放的鱼 有十万尾 十万尾 总共八十一条半 随喜功德 那今天 做的功德 一百兆倍 因为今天是 观音菩萨的加持 还有佛陀的加持 列一下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愿所有鱼 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 同享功德 也就是说 我们来做这么大的放生 的功德 要慈悲 不要光给自己 因为所有众生之所以会痛苦啊 就是因为他觉得有一个我 这个想法在 所以呢 他就会认为 我爱我恨 所以他就会这个世间轮回 所以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 往生奏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加持呢 就会把众生包括我们的这个我啊 消除掉 那你就能够放下 能够放下就不会痛苦了 然后往生者能够放下 就能够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因为他抓了这个世间不放 所以轮回 因为他能够放下 他就可以内心快乐 因为他能够放下他就可以超度 所以念往生奏功德很大 可以消业障 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咒语 各位你也要观想 我们的祖先 通通也得到超度 然后堕胎胎儿 这些海里面死的 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超度 要这样想 现在我们要带着他们最重要的 归一三宝 一个人如果生命没有方向 生命就很痛苦 一个人如果在黑暗里面 他就会跌倒撞到墙 同样的 一个人如果不了解佛法 他就不了解如何离苦得乐 他来这个人间 他甚至苦得想要自杀 所以我们归一三宝 佛是一个圆满的智慧慈悲 那佛告诉我们这个法 就是一个离苦得乐的道路方法 那生且 他就是按照佛法出家 乃是在家在帮助众生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跟所有众生都归一三宝 那归一三宝也不是仪式说我归一了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你做什么事情要想一下 佛陀怎么说的 佛陀教我们要放生不要杀生 佛陀教我们要慈悲不要生气 佛陀教我们要减低欲望 而不要一直满足欲望 这样你生命才会快乐 还没有去放生 后面来了赶快去拿一袋鱼放生 因为佛经说 就算一个人要下地狱 只要他放七只鱼 七只生命 那个人就不用下地狱 所以每个人都要去放生 莲花生大师也说 你这一辈子 只要救十八只生命放生 你这一辈子很多杀业就消除掉 所以因为我们听闻佛法了 归一三宝了 我们才知道改变命运的方法 特别现在很多人生病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赶快找医生 这个观念不见得正确 要赶快找佛法 因为佛法告诉我们 生病是因为我们造恶业 所以你好好忏悔 拜八十八佛 再来呢 超度冤亲在主 各位 明天后天有法会要写牌位 你心脏不好 那你要写说 造成心脏不好的冤亲在主 你给他忏悔 给他超度 你就发觉你心脏比较舒服了 开刀也不会危险 开刀就会顺利了 所以地藏经说 一个人 就算他快要死了 这个人有人跟他讲了 一个三宝的名字 讲一个阿弥陀佛 讲一个地藏菩萨 另一句经典 他就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身道 所以归三宝力量很大 佛经上面也有说了 天上的神 福报完了 要下地狱了 要去投胎做畜生了 他只要来得及 归一三宝 他不但不会堕落做畜生 他马上可以升更高的天 现在我们要 很慈悲 想着 所有的人类都归一三宝 所有的动物都归一三宝 我们用慈悲心来归一三宝 那对自己用什么心呢 对自己用菩提心 就是说 我一定要像阿弥陀佛一样成佛 但是我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归三宝 也就是说 对所有生命有慈悲心 对自己呢 要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 这样来归一三宝 生起慈悲心 想着 最深的地狱 最高的天 乃至所有的 包括一只小蚂蚁 愿它们都归一三宝 虽然我们的声音是有限的 但是 我们的心的力量是无限的 各位记住这个 虽然没有麦克风后面听不见 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很远很远 只要你有真正的悲心 愿它们都归一三宝 现在还有一部渔车没人放 有吃过鱼了赶快去放 救它们的命就是救你的命赶快 后面的人再去把那部渔车也放了 来大家一起念 归佛 归法 归佛 归佛 两族尊 归佛 离遇尊 归生 众众尊 所有众生 冤亲在主 各位这个时候念大声一点 好像很深的地狱都听得见 当它一听见以后 它就超度了 我们用冰心来念 虽然我们现在人在印尼亚加达 各位要想了整个地球好不好 整个 法界天道地狱都听得见 我们要带他们归三宝 让他们脱离痛苦 希望大家 经常如此 住在你家窗户打开 喊大声一点好不好 喊到警察来 哎哟 你好慈悲啊 慈悲不能放在家里面 放在心里面 慈悲 像一个最勇敢的人 每一个佛都喉咙快喊破了 赶快回到净土来啊 赶快回到净土来 请问阿弥陀佛有没有喊到喉咙破了 他就不希望我们一直在受苦 一直在轮回啊 阿弥陀佛说 你只要喊一声也好 至少十声也好 他一定把你带脱离苦海 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重不重要 所以各位 学佛要喊大一声念佛 其他不要骂人 骂人没声音 只有念佛 只有讲佛法要如此 现在要为他们取法号 今天给所有众生的法号是什么 念一下 佛心 愿他们都找到佛的心 菩提心 找到自己的心 我们现在的心不在自己心上 我们现在的心在老公身上 在儿子身上 在钱身上 所以你心会很乱 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 佛要我们打坐禅 就是你控制你的心 佛要我们念阿弥陀佛 透过阿弥陀佛 透过阿弥陀佛找到你的佛心 你找到佛心 你就在极乐世界 如果你把你的心 放在外面 现在妈妈都很苦 妈妈的心在儿子身上 妈妈很苦啊 所以各位 因为你用佛的心去教育你儿子 儿子就会好 你光用妈妈的心 洗洗念 洗洗念 不好 了解吗 你要用佛的心来爱儿子 来跟他讲话 才可以 整个佛教的教育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 回到自己的心 叫佛心 叫菩提心 用菩提心来吃饭 用菩提心来穿衣服 就算生病的时候 也用菩提心 为什么 用菩提心自己不会痛 因为你自己生病的时候 只想到别人比我更生病啊 我要希望他们都不要生病啊 愿我能够承担 别人的病 不要让对方生病 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 用佛的心 来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说 我叫佛心 你要用佛的心 来做每一件事情 用佛的慈悲心 来对待所有众生 这是最聪明的 所以我问各位 各位 你叫什么名字 佛心 这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在念佛 诵经 持大悲咒 就是要保持佛心 你保持佛心 你就超度了 你保持佛心 哎呀哎呀这没有关系 马上就会好的 你保持佛心 死的没关系啦 要去极乐世界啦 你就不会烦恼了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工人 用佛心对待他 薪水 每个月加一条 那才叫佛心 不能什么叫佛心 所以各位今天吃晚餐 不能吃肉 吃肉就不叫佛心 叫畜生的心 禽兽的心 禽兽的心 所以用佛心 一定会吃素的 吃水果的 因为不愿意伤害他 所以要里外如一 你的名字叫佛心 你是佛教徒嘛 所以你要有佛的心 慈悲心 这才是正确的 佛陀要跟我们说的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的来源 就是我们没有智慧 就是误会的意思 明明他不是花 你硬要说他是花 这什么意思呢 他的名字虽然是花 但是他会变的 会不会变 再过几天就丢到垃圾桶了 所以这个叫有智慧 你只是两三天就好了 因为你知道他会坏的 但是如果你去爱一个男人 说老公 那就无名了 他会跑掉的 他会爱别人的 最后呢 就算你们两个很相爱 最后也会分开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想清楚 这个身体暂时给你用的 好不好啊 等一下各位去开车回家 搞不好就放灯掉下去 死了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啊 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假的 暂时的 会变化的 只是一个样子而已 不是不变的 如果你觉得 你要抓住这个东西 永恒的爱情 成功 发财 健康 那你会痛苦的 因为现场没有一个人 不会生病 不会老 不会死的 时间早晚而已 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 现在年轻人不了解道理啊 我要考试 我要做博士 我要买房子 我要赚钱 我要买房子 后来什么 买纳古塔 你这么努力 最后还不是躺在纳古塔 所以各位要了解 那生命到底要干嘛 那 生命就是要了解这个真相 努力修行 解脱生死 而不是一直买房子 好不好啊 所以 雅加达房子越来越多 但是 拜佛就会人越来越少 现在的手机越来越好 小朋友就 离爸爸妈妈越远了 离生命越来越远了 所以 这一点要了解 人要有智慧 所以各位要 接近佛法 那 麻烦 义工菩萨 现在编发 两片面包给大家 大家捏一捏 等一下要布施给鱼吃 好不好 那麻烦你捏很紧很紧 最好它存在水里面 因为 为什么要做 过去我们吃很多肉啊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 代替我们身体还给它吃 你就不会生病啊 云青在主 不会在你身上 所以麻烦 义工菩萨发一下面包 大家捏很紧哦 捏完以后 你要看一下 这就是你的整个身体 生命财产都在里面 那你要 布施给众生 也是还他债 这样你就可以消除 执着 开智慧 很好的方法 又可以修 慈悲心 佛陀说 我为什么会痛 因为你执着 哎哟 心脏 我的心脏好痛哦 执着就会痛苦 现在我们要念啊 啊就是 不执着了 放下了 啊 这个心脏有它的因缘 这个身体有它的因缘 有人可以活八十岁 搞不好我五十岁 随缘 有人有钱 有人穷 随缘 啊 就是放下 放下 空性的意思 不但空性 我变成 很多心脏给他吃 很多钱给他 这个叫啊啊啊 好不好啊 所以等一下各位口袋要多啊一下 口袋太多钱了 很麻烦 哈哈哈哈 不要钱 不要钱 不要钱就永远有钱 不爱漂亮 不爱漂亮 就永远漂亮 不然你会老了 啊 所以啊就是 你超越了 放下了 而且布施出去了 哦 就快乐了 然后云青在主就超度了 因为是吧 我感恩给你啦 对不对 我甘心的还你在 哦 这样他就快乐了 所以各位要 要消除执着 我进一步要布施自己 啊啊啊 这样的意思啦 特别各位 如果你腰很痛 那你就要放在腰 哦 我要还你在 我要向你忏悔 希望你快乐 然后他超度了 你腰就会好一点啦 特别很多妈妈 是因为他堕胎小孩 没超度啊 他还在妈妈的腰上面啊 啊 妈妈会肚子痛啊 所以各位要多一点布施 要这样观想啊 好 开始啊 开始布施 来 啊 啊 哪里痛 布施哪里 替妈妈布施 啊 替众生布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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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不快乐 快乐 放下最快乐 因为我们很执着 所以就会很痛苦啊 啊 所以各位每天要放下 好不好啊 啊 放下 那你这个身体呢 供养给佛陀啊 供养给众生啊 那很宝贵啊 啊 啊 这个身体来做好事 来帮助穷人 上午 我们 生命协会 带我们去那个 八百五十个人 他们 弱势 那个 智障的人那边去 布施很多面包啊 布施很多饭啊 唱歌给他们听啊 快不快乐 不是忙的赚钱啊 忙的去老人院 孤儿院啊 去肠障病院啊 去帮助穷人啊 去救那些被杀的生命啊 所以各位 下午 营营没事情 不要睡午觉 去菜市里念佛啦 到菜市场 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给他们超度超度啦 因为他们被杀掉了 你很快乐啊 我们现在要回向 为什么要回向呢 那就是说 各位不要执着我们的功德啊 所有的功德 我们回向空性 回向给所有受苦的众生 自己都不执着有功德啊 所以就像刚刚 那个替身 我们所有最宝贵的功德 都在里面 我们很高兴的把它布施出去 这个意思啦 这样内心里面就很平静 这样 这个就成为功德 不然呢 福报 会让你很有福报 但福报 会过去的 但是功德 可以让你成佛 永远都在 现在要为他们念佛 念佛最重要 它可以脱离地狱 它可以脱离恶鬼道 它可以脱离动物道 如果我们人类念佛 我们可以发菩提心 将来也可以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多念佛 那当然念佛也代表念佛经 念咒语 千万不要把你所有的心 都放在会变化 会痛苦的世间身上 所以世间是苦海啊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就是要叫我们念佛 没有人对不起我们 因为今天你被伤害了 是因为夜暴来了 过去你伤害对方 所以他来找你讨报了 那痛苦是消业障 最快乐的方法 欠债要还债 对不对 所以念佛就好 消业障 让自己超业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要念佛给他们听 诸佛子 我更为如等称赞如来吉祥名号 能令如等永离山途 八难之苦 常为如来真敬佛子 所以各位永远要相信 只要我们嘴巴为对方念佛 包括这一只猪 现在正在被杀或是死了 他听了一句阿弥陀佛 他下辈子就不用再做猪 所以念佛慈不慈悲啊 很慈悲 所以我们老和尚每天就叫我们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做什么事都阿弥陀佛 要记得念佛 所以不但可以帮助众生 也可以帮助自己 心里才不会乱掉 念佛不是光阿弥陀佛 比如说 你希望大家都发财 要念 念一下 那么多宝如来 大家发财 有这个意思吧 所以各位你不能说 只想自己发财 工人都不发财 所以慈悲 大乘佛教慈悲 都为了对方 希望对方永远都有钱 那么多宝如来 希望对方没有业障升天 那么宝胜如来 希望所有别人都长得越来越漂亮 那么妙色深入来 所以念佛很慈悲 发愿 念佛以后 我们大家 将来要不要成佛 你要发愿说 为了所有众生 为了爸爸妈妈 所以我要成佛 因为成佛 才能够就近帮助 父母众生 那成佛更让自己很快乐的 去帮助所有众生 自己没有痛苦 所以希望大家 最大的怨 很多人说 我业障很重啊 我现在得癌症很痛苦啊 业障很重 你只要发愿 佛陀说 你的业障像冰山这么高 太阳一照 冰通通融化掉了 一个人只要真心的 发菩提心 发愿 愿成佛 再大的业障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要经常 发心念佛 好不好啊 所以老和尚都要我们 发菩提心 念佛 生净土 这是最重要的修行 每个人都希望 将来能够去极乐世界 我们更希望 我们往生的老人 都去极乐世界 那去极乐世界 分做九品 九年级一样 如果你发愿 哦 我要成佛 我要慈悲 那你就可以上品 哦 第七 第八 第九 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你只是说 我为了子孙平安 健康发财 那来念佛 那你只能下品 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你是守戒律 而且希望解脱 但是没有慈悲心 是为了让自己脱离轮回 我不要来做人了 好痛苦啊 专心念佛 那叫中品而已 那各位 下中上 你要上的还是要下的 上天 当然要上 不然要上上下下 要上 要上那你就要 发菩提心 啊 众生无边誓愿度 那你既然要众生无边誓愿度 可以再吃肉吗 不行 不能再吃肉啊 肉好好吃啊 但不能吃肉啊 好残忍啊 不慈悲啊 所以今天有很多老人家来参加法会 为他们鼓掌好不好 超过六十岁都老了 超过六十岁都老了 为自己鼓掌吧 所以 但是希望大家 活得越久 越了解世间苦啊 才会 专心念佛 但是现在念佛不要自私 也不要怕痛也不要怕死 为众生念佛 好不好啊 为雅加达念佛 他们跟我说 雅加达四月份要选总统了呢 为总统念佛 希望总统更好更好 对不对 为印尼人念佛 为华人念佛 为印度人念佛 所以只要你念佛 后面都会变得更好 但是要用 菩提心用慈悲心 要发愿 为众生来念佛 好不好 要学这样啊 听说我们华人都比较有钱 印尼人好像比我们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华人很自私 赚钱给自己 一直一直为自己赚钱 没有为印尼人赚钱 这一点我们要反省哦 对不对 要反省哦 所以各位呢 来念一下 为印尼人念佛 为印尼人念佛 钱多 钱给多一点 好不好啊 如果你的工人跟你一样 买大楼买车子 你是好老板 你可以上品往生 如果你的工人永远做工人 我看你最多下品 因为你比较自私 所以我想佛陀讲 念一下 众生平等 对不要觉得我有钱你比较穷 我老板你工人 我皮肤白你皮肤黑 那就是没有公平啊 所以众生的意思 就告诉我们 众生都要公平 众生都是我爸爸妈妈 你不能光嘴巴 众生众生 然后钱不给他 你要开始培养 帮助对方 痛苦给自己 快乐给别人 所以你要吃苦 但是呢享受给别人 这才叫发愿 每一个佛都发愿修苦行 释迦牟尼佛过去是修苦行 身体给老虎吃 身体给老鹰吃 佛陀好几世 身体给鱼吃 那佛陀才可以成佛啊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 而且我们要开始去练习 要这样发愿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发愿 诸佛子在位如等称 是弘是愿 令如德文 依法发愿 依愿修行 如今 弟丁 大家一起发愿 佛陀要我们越来越不自私 越来越不爱惜自己而已 佛陀要我们训练 越来越为别人好 从人到动物 连你的敌人 伤害你的人 你都为他好 都愿他好 那就代表修行进步了 所以修行 一直念佛 诵经拜佛 就是要把自我爱惜 把它消除掉 然后呢 把众生越来越重视他 越来越承担众生的苦 那我们修行就没有浪费了 所以现在各位 五十岁 然后你就越来越为众生想 越来越不管自己 随缘 随缘 只要众生快乐就好了 这才叫进步 现在我们要来求愿 今天我们放了十万尾鱼 这个鱼可以活到至少十二年 这是牛奶鱼 所以希望所有被放生的鱼 我们这十几年来已经救了牛多少只呢 两万七千多头 光牛就两万七千多头 狗啊 羊啊 各种动物 但是 希望 这些放生的 永远都不要被伤害啊 不要被抓了啊 有些我们放在护身员 有些也放了 我们要一直祈求 就像各位您很喜欢狗 你希望整个世界没有一只狗在被杀 你就很快乐 所以现在韩国人也开始 开始推广了 不要吃狗肉啦 不要吃狗肉啦 下回我们也要去越南推 不要吃狗肉啊 不要吃狗肉啊 下回印尼人也会来跟你推 不要吃猪肉啊 不要吃猪肉啊 所以 无论如何 管他什么肉 反正他会痛苦 我们就不要伤害他 好不好啊 这才叫慈悲啊 只要他会痛苦 你就不要伤害他 这个就是佛教的基本 什么叫佛教徒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生命在受苦 就是我的责任 这个才叫佛教徒 所以求愿不是为自己求 一般人是 一直拜 拜什么 哎呀我儿子要开公司啦 我孙子要考试啦 那拜拜都很自私的啦 我拜啊拜啊 我爸爸在开刀啊 希望他赶快好出院啊 别人不出院没关系啦 我爸爸出院就好 一般都会很自私的 但是求愿呢 你要想的是 世界啊 众生啊 大海里面的空中啊 希望他们不要被杀了 希望没有人再杀身吃肉了 希望所有修行人都成佛啊 那各位要不断这样发愿 好不好啊 所以这个叫有意义 我们的生命会老会死 但是我们的心呢 越来越圆满 这个就是很有意义啊 千万不要哎呀赚了很多钱 买了很多房子 我们华人就最喜欢买买买买买 这样而已 然后结果赔了你的生命啊 没有用啊 所以这一点啊 希望大家要天天发愿 生命哪怕剩下一秒钟 我还要发愿帮助众生 这样生命有没有快乐 这个叫慈悲有意义发光的生命 这样最快乐了 就像这个花 现在好美哦 赶快拿出来供养三宝 对不对 等一下一人拿一朵花 为什么 慈悲 这不是拿回去漂亮哦 因为今天十万鲍鱼的功德 都在花里面 今天各位大烟供要供的功德 都在里面 今天大家发普利心归三宝功德 都在花里面 这是佛讲的 佛前供的花 会吸收法会的功德 那各位今天拿到这个花 回去就要给你亲戚朋友来 闻一下 你说不行 要先给我儿子闻 工人慢慢来 你好不慈悲啊 你越给对方闻 这个花的力量越大 知道吧 赶快给你的邻居啊 给认识的 给路边 漂不漂亮漂亮 他就得到功德 因为他不是佛教徒 但是他觉得花好香啊 好漂亮 他得到功德 这就是佛法 佛法要利用 众生喜欢花的美 他不管宗教了 但是希望你得到我的功德 所以各位呢 你要把你的功德 布施给你的司机 你的邻居 等一下晚上回去 开车回去 所有的路上都得到你的功德 大海陆地 整个印尼 整个世界 都得到你的功德 那这样呢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希望他们两边都发财 好不好啊 这叫功德 功德不能偏一边啊 功德必须平等做基本 你的老公也发财 那个小三也不错 OK 通通有功德 那你心里不是快乐了吗 不行我老公好 小三好四 那你要下地狱啦 因为你心里 没有功德 所以各位 敌人是你自己知道吧 这个世界我最漂亮就好了 别人丑一点 这个世界我最有钱就好了 别人穷一点我不管 好自私啊 奸诈的伤人啊 奸商奸商 所以 学佛的一定要改变 漂亮给你 健康给你 发财给你 痛苦给我 好不好啊 你不用怕痛苦 因为根本 空 无我哪有我在痛苦啊 所以学佛会让你不自私 所以为什么佛要我们发愿 发愿求愿 就是 利益对方 帮助众生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就是空性 没有烦恼 只有众生就是慈悲 各位 听有没有 要精神啊 不能再睡了 各位眼睛是真亮了 但是你在睡觉 因为你无名 你没有智慧 你在睡觉 佛陀是觉醒了 他永远都醒着 觉醒的状态 所以各位 现在几岁 十八岁 因为我醒过来了 十八岁 Messiah 身体随缘 那我现在十八岁 很健康很快乐 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医生说 你剩下三天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医生我替你念 因为你醒过来了 哎呀生命是不生不灭的 对不对 我们的法号叫佛心 请问我们的佛性会死吗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每天你都在念喔 你要是看到真理是诸法空向 永恒的爱 永恒的光 永恒的快乐 学佛好不好 所以从今天开始随缘 不要再不想笑了 老人要负责笑 小孩才会发财 一定要天天笑 吃好也笑 吃不好也笑 有钱也笑 没钱也笑 这样就快乐了 因为学佛了 我念阿弥陀佛学佛了 身体会痛没关系啦 我心不会痛 因为我有阿弥陀佛 老公不回来随缘 半骨夹操 我念阿弥陀佛 都快乐阿 对不对 所以学佛快不快乐 有钱没钱都快乐阿 所以 世间不一样 世间没钱 有钱才快乐 没钱很痛苦 对不对 有阿弥陀佛快乐 没阿弥陀佛 也就是说 把我们刚刚的发愿 跟求愿 希望它变成真的 真的 希望这些轮回众生 他们轮回好痛苦阿 从今天开始跟我们一样 皈依三宝发菩提心阿 开始努力修行阿 永远不要被伤害被抓了 永远快乐自在 各位 印尼快不快乐阿 如果政治很安定 好快乐阿 对不对 所以希望世界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众生在被逼迫 但是 现在我们人类是动物的敌人 看到就要跟他吃 所以动物好痛苦阿 看到我们走到要死阿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做恐怖的人阿 希望众生都平等好不好阿 将来狮子看到你还跟你咬尾巴 蛇看到你 借你当枕头 哎呦 那个就是弥勒菩萨 因为弥勒菩萨发愿 所以以后他的世界就变成平等 没有人生病 大家都活到八万四千岁 所以没有动物被杀 因为弥勒菩萨的平等心 就会有这个世界 再来 愿所有众生 得到我们大家所做的功德 进一步 愿所有的众生 包括人类 都发起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各位 你现在念 代表你的心 在一个圆满的慈悲 跟圆满的智慧的状态 叫奥马尼伯美后 也就是说 莲花上的宝贝 莲花上的如意宝 我们的心里面 没有贪心 没有撑心 不会生气 没有忧心 什么都没有 现在充满了慈悲跟智慧 好不好啊 然后你的心 在这个时候 你要想 所有众生的心 都跟我一样 要以这个慈悲心 他没有被伤害 他没有伤心 他也有这个佛心 奥马尼伯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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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现在你的身体 变成好庄严的观音菩萨 你的嘴巴在念观音菩萨最美的声音 奥马尼伯美后 然后你的心 现在变成观音最慈悲慈悲的心 只有爱没有恨 愿众生都脱离轮回 奥马尼伯美后 奥马尼伯美后 然后从你的心 把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 把每一个人 每一个友情 都变成观音菩萨 好不好啊 你要经常这样念喔 就像哪一天 现在各位习惯了 晚上要睡觉 躺在床上就 奥马尼伯美后 奥马尼伯美后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明天再醒来再说吧 你要这样想 然后呢 所有人都进入极乐世界 不要烦恼 好不好啊 今天你被骗了十条 晚上睡不着 你看看 你下地狱啦 睡觉就睡觉 有事明天再说 对不对 然后继续念阿弥陀佛 你这样就不会忧郁症 不会睡不着 所以 有人跟你说 你三个月再来检查 可能你有癌症 哇 一天三一公斤 欢乐 欢乐 刚好瘦了三十公斤 还没检查 先舍爆 欢恼 欢恼 我有癌症 我有癌症 癌症是身体 跟我的心没有关系啊 但是你念 很慈悲 医生在检查 诶 好奇 为什么 机器坏掉 不是 我心好了 心变了身体 好不好啊 所以老菩萨 听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哪一天要走了 谢谢你们孝顺我 啊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啊 我会加持你们 请问 死是快乐还痛苦 快乐 现在就要念习啊 所以 所以 我们学佛的 死是快乐 记录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不对 所以因为心里面改变了 但是各位 心改变了 世界就改变了 知道吗 你的先生 不回家 哎呦 天天赌博 那你现在改变你的心啊 一三一半就白回来 对不对 老婆你好吗 哎呦 念佛真好啊 对不对 那你每天你 他不好他不好啊 他好有杂我 不是杂伯人 他越跑越远啊 你把他念走去啦 所以各位 心要好 我们大家都喜欢观音菩萨 因为观音菩萨 不会放弃我们 你拔掉你做坏人 观音菩萨依然爱你 对不对 所以 因为你心好 世界就好 对方会变的 小偷都会变好 坏人会变好人 因为什么 念一下 菩萨 你亮起来 他就亮起来 你点灯了 他就亮起来 佛法是这样 佛教不是警察 找别人的缺点 佛教是菩萨 找别人的优点 你再不好 你都可以成佛 放下屠刀 立即成佛 那如何让对方成佛 因为你对他慈悲 他就用慈悲来对待你 你骂对方 对方就骂你 这样知道吗 有些人为什么被杀掉 骂对方错 你为什么钱不还我 对方就把你杀了 这样 如果对方欠你钱 没关系 有钱再还给我 我现在念佛了 希望你赚钱 对方就发财了 还对你很好 还感谢你 命运在你手上 你用慈悲心 对方就用慈悲心 你用坏心 对方就用坏心 世界自己造成的 所以佛要我们 发菩提心 希望众生都慈悲 希望众生都快乐成佛 别人就会对你好 念一下 善有善报 好心有好报 好心有好报 那你为什么很坏呢 很痛苦呢 撩极呢 怕悲呢 坏心有坏报 是你的心不好嘞 所以对方才会对不起你 因为你不好 跟你在一起不快乐 你不好心 所以希望大家 要变好心的人 好不好啊 心好 微笑快乐 健康 吃盐也好 吃糖也好 都好 那随缘就快乐 所以这个叫 所以我们来念一念好不好 念完以后你再去检查 还真没有了 继续念 念完以后你 哎呦腰痛好了 继续念 念完以后发财了 今天晚上回去有人会去找你 为什么 欠钱的拿来还给你 你中头彩了 对不对 还你钱了 因为你心好了 他就改变了好不好 好 你千万不要告警察 哇这个楼 隔上楼上这个不好 告警察 把他开除 叫他搬家 那你 他永远找你麻烦 所以 心改变 世界改变 这个叫 奥马尼伯明奉 南无阿弥陀佛 快不快乐 像我这样一直告诉各位 希望快乐 我看我不太会得癌症 我也不会忧郁症 因为我每天忙着 我一秒钟就睡着了 心好 一切会改变 所以各位 原来 让自己快乐最好的方法是 让别人快乐 讲笑话给人家听 让别人幽默 所以我每次帮人家祝念 哦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OK 没问题 他就快乐 快乐就忘了生病 要死也笑笑死 哦 这个很严重 这个我死 那对方 那这样 他下地狱了 所以各位 没有什么大不了 没有什么严重的事 好不好 你晚上老公没回来 没有问题 他外面睡得好好的 你不要跟他擦到天空就好了 电话卡五六十通 你不睡就算了 吵了人家不睡 回来把你惊 把你爬 是你害他的 所以学佛改变了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要用佛法 烦恼的时候 赶快念阿弥陀佛 对不对 烦恼的时候赶快念 我也你变一变 不然又卡电话 让女婿走 你老婆多次 你不要念经 你念这个要做什么 你要赶快念心经 念金刚经 念阿弥陀佛 不要再念别人不好 所以各位 这个叫 阿弥陀佛 心像莲花一样 心充满爱 就會保持菩提心 要用慈悲心 供佛摘天 心决定当下往生 永远你就快快乐了 然后接下来也带领别人快乐 心在极乐世界 慈悲在世间 赶快爱护别人 好不好啊 那你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化身 为什么 心在极乐世界 身体在 在这个痛苦的人间 帮助众生 这个叫观音菩萨 你的心就变成观音菩萨 在度众生了 所以这样来念佛 最后我们把今天大家所有的功德 回向 今天是一百万兆倍加持的功德 你放一只鱼等于放了一百 一百兆倍的鱼的功德 所以大家供花 供香 那么做焉供 施食 替身多嘛 大家又不失钱 然后呢我们又发菩提心念佛 我们每天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 来贡献在这个世间 回向 自己一点都不执着 反而我们功德圆满 大家合掌 所有功德要不失了 来 念一下 所有功德树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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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徒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万无量光佛刺 数万无量光佛刺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沙 一切菩萨摩合沙 摩合般若波罗蜜 摩合般若波罗蜜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回向所有往生者 四十九天内 死亡人等 回向个人历代祖先 华人祖先 印尼人祖先 所有人类祖先 所有人类死亡者 所有人类死亡者 所有三恶道众生 所有三恶道众生 同享功德 同享功德 罪障消除 罪障消除 永离山土 同生净土 同生净土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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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此功德 回向所有人类 回向所有人类 天道阿修罗道 天道阿修罗道 所有老人 所有老人 所有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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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贫穷者 所有贫穷者 所有业障者 所有业障者 回向家中父母 回向家中父母 先生太太 先生太太 儿子孙子 所有亲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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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三宝弟子 所有三宝弟子 同享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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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苦消除 病苦消除 消灾免难 消灾免难 身心安康 身心安康 共证菩提 那么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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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从今天开始 不要杀害任何动物 任何生命 好不好 功德无量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疾病管制署 苏家病医师 廉假期间 提醒您 持续配合各项防疫措施 不论在户外景点或室内场所 都要记得维持社交距离 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且会近距离接触不特定人士 请务必佩戴口罩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场地的防疫措施 并注意手部卫生及咳嗽礼节 廉假结束后 也要随时注意身体状况 如果出现身体不适 请佩戴医用口罩尽速就医 互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并告知医师您的旅游史 接触史 职业别 和身边其他人是否有类似症状 随时关注指挥中心疫情资讯 保持防疫警觉 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再来人的一生很繁忙 工作事业占用很大的时间 请问师傅如何在忙碌中修行 我认为忙人 就越忙的人越好修行 所以像我的师傅要求我要很忙 我要接很多的工作职位 然后呢才忙里面里才可以知道你的信念 有没有离开菩提心 有没有安住空性 如果你不去接触众生 你没有很复杂的生命经验 你是没办法成佛的 所以各位 你把别人的痛苦当做你的痛苦 所以你比较容易成就 大家都很怕事情发生 那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把别人的事情发生 都当做我的事情去关心它 去承受它 你不能说美国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隔壁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那你这个叫舍弃众生 昨天有讲修行有两个重点 再念一次来 不舍众生 观万法空性 所以你不能舍弃它的痛苦 黑人的痛苦 白人的痛苦 黄族人的痛苦 地狱道的痛苦 都是你的痛苦 你要把别人的痛苦 拿来解决事情 所以各位要学习好 你进到一家电脑公司 你要把这个电脑公司 在两个钟头里面 从头到脚 从老板到职员 他们在干什么怎么做 你都要去观察思维 然后你去想 你如何帮助他 帮助他 可能他找你讲话 你就可以提出很好的境界 他不找你讲话 你帮他念钥匙座 希望他能够更赚钱 那这样你就没有浪费 这两个钟头参观这个公司 今天各位在美国住了十年了 那美国的总统给你做 你要会做 不要浪费你在美国 住了这十年的时间的观察 跟了解 不能只批评 而叫你做的时候却不会 所以那你这样的生命 就没有浪费 因为大乘佛教 要我们快速成佛 就说那你要把握生命的机会 去领受别人的痛苦跟快乐 去经验它 所以我想时间越忙碌 但是在忙碌里面 你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 我现在是不是有贪心 称恨了 嫉妒了 我们叫五毒烦恼 那一下 贪 称 吃 傲慢 嫉妒 这个最可怕 慢就是我条件比你好 我骄傲 嫉妒就是我条件比你差 我嫉妒你 贪就是喜欢了 称就不喜欢了 鱼吃就是搞不清楚 那这个叫五毒烦恼 那我们 那这个五毒烦恼 如果你不去面对境界 那你怎么修呢 就是因为面对境界 你才有五毒烦恼 你会起嗔恨心 贪心 你会怕 你会恐怖 然后那个时候 你才能够修空性 哪有一个我在恐怖 你为什么会怕呢 所以各位要经常观修眼睛闭起来 然后狮子来咬你 各位要经常观修眼睛闭起来 魔鬼出现了 要把你拆开 然后 你要观想 这个被拆开的也是个空性 这个魔鬼也是个空性 魔鬼也是佛 那这个境界就没有了 如果你还有一个怕 所以各位 很怕很多人很怕黑暗 很怕去浮沫区 很怕疼癌症 这个怕就是 强烈的保护自我 怕 因为根本没有我 你怎么会怕 你把这个我的身体 当做一个真实的东西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 无名 根本无名 根本我执 所有生命痛苦 轮回的根源就是这个我 那明明没有 照见五蕴皆空 因缘合合 但是 那你要去面对 从面对里面 看到自己 生起分别心 贪嗔痴慢疑 赶快去净化它 所以你没有境界不能修行的 一定要有境界你才修行 现在你得癌症了 所以你很好修行 要你就会出离心 赶快念阿弥陀佛 不要痛 对不对 所以你会生起大悲心 癌症痛苦 我以前都不知道 愿重生都不要 变成大悲心 但是后来要进入空性 哪有一个人在得癌症 原来我 我这么强烈的爱护自己的身体 过不得这么痛苦 所以如果我有 我有波罗波罗蜜多 那我就没有痛苦 所以那时候你要认真的 观修空性 一心念佛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想 越忙的人 非常好 你就可以累积 广大的资粮 有充分的生命经验 去 帮助别人 所以像我现在 每天每次在找事做 我一定要找很多事情做 让自己开发潜能 你越累啊 你越 越 别人的事情很烦 你就会开发佛性 因为经典一般的祖师说 人类的智慧只有开发到 百分之二还不到 但是人类的潜能是圆满的 波罗的智慧 佛的佛性 所以你要很慈悲的去关心 你关心一百家的事情 你有一百个智慧 你关心全人类的事情 你有全人类的智慧 你关心所有法界的事情 你开发的叫法界体性智 入法界性 所以我想各位要 要这个大磨合 磨合波罗的叫大智慧 磨合波罗波罗蜜多 有这个圆满的智慧 才可以自利利他承办一切 叫波罗蜜多 那所以你要关心 妈妈的智慧 永远比女儿高 因为妈妈生小孩 照顾家庭 照顾亲生 照顾爸爸 照顾儿女 所以各位 不听老人眼 吃亏在眼前 你一定要听听那些有智慧的 有一个儿子问我说 师父你看我到英国留学好了 还是先帮我爸爸做事 我说 你要不要先帮你爸爸做事 爸爸才是最好的教授 他会用最好的方法 爸爸最爱的方法教你 爸爸就是希望把这个公司交给你 如果你到爸爸那边工作两三年了 你知道自己不圆满 能够去承担爸爸 那个时候你去追求学问 为了帮助爸爸 那个有用 如果你没有一个承担 反正你读书 然后就是那个玩到毕业以后就失业 你不知道要干嘛 因为你生命的经验不够 所以我想能够 所以各位还是要清净善知识 当你碰到生命的问题 也可以问一问